若晨晦暴怒 长生奋恨 当用忍辱而对之之 这个烦恼时常起信心 面对人事物 稍稍不如意就发脾气 起运恨心 佛经里面常说 一念称慧气 百万照门开 一念称慧气 得到是什么 得到是无量无边的障碍 成灰心躲地狱 叹心便误鬼 欲吃时出神 不吃剧 不能忍 你修这大佛报 到哪里去了 到阿修罗罗叉里面去了 那不是好地方 所以要用忍辱而对之 中国人晓得 诚恨容易惹怒 傲慢 诚恨 忌妒 常常是连在一起 这个东西 越来越厚 在历史上能看到 记载的很多 你冷静观察 现前 现前也非常之多 你常常可以看到 家破人亡 一身败烈 往往都是这个人 不能忍 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教育 从婴儿就叫他忍 就叫他要让 不准增 开头 学忍让 然后再提升 从忍让到谦让 谦虚 最高的境界到离让 让到底 利益 无必 这是信德 信德带了给你的 是福报 傲慢 嫉妒 成会 带给你的 是灾难 那是地狱 过 成会 多地狱 傲慢 嫉妒 是属于成会 的 一分 你 你说这个都可怕 事件 功名四义 处事件 修道 正果 都要靠人 不能忍的 决定 不能天就 忍辱 先忍 能够忍受 戈利王 给接身体 他提前 成佛 这个事件是 告诉我们 忍辱的功德 有多大 能帮助 菩萨提前 成佛 所以 即使我们受 再大的冤枉 再大的 屈辱 都要忍 你能忍 这一关通过了 你境界提神了 你不能忍 你马上就下去了 我们愿意向上提升 还是往下堕落 这要用智慧去选择 不能感情用事 感情用事 那就是怨恨报复 那个古报 在散途 智慧用事 忍辱 不把他放在心上 境界立刻提神 这些古报 立刻就先签了 快得很 祝福 法身 菩萨 没有一样事情 不能忍 所以他能够成佛 做主 这种例子 非常非常之多 在我们周边 时时刻刻 在在处处 你都能看到 要觉悟 不能迷惑 都能够成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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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